这是一颗三角梅一个冬天开花不断 今天终于决定给它动动手脚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这颗三角梅在生长灯下生长得非常的旺盛 而且开花不断 蹭蹭的长得太高了 已经超过了生长灯的高度 所以要给它结一下 结一下的意思就是给它做高压 在这个位置让它生根 这样的话又有一颗新的出来 底下从下面生长就不那么高了 去年给它做过两次高压都很成功 成功率百分之百 而且每颗长出来都开花很多 这就是去年这一个杆长得很长 比现在长得还要高 然后做了两次高压就这么短了 这是它的主干 这是实际上是它的侧枝又长起来 这个三角梅有点像藤本植物 长得又细又高到处盘爬 怎么做呢 在这划几个口子 这样的话有助于它生根 然后放到塑料瓶里头 把塑料瓶一截两段 里头放上土包上 估计一个月左右就应该生根长得很好了 一个星期应该生根 然后一个月左右 这个生根就应该长得比较发达了 现在把瓶子剪了 从拦腰斩段 然后从侧面剪个口 这个底下也是有一个口 这样的话可以把它包进去 先把这个土准备上 这土呢就是普通的potting soil 就是带装土 最好是透气性比较好的 因为这个三角梅它喜欢透气好的土 先把土准备好 待会往里头一插就可以了 下面呢就是准备在这里的划几刀 用剪刀划就可以 有人可能会问哈 你用 要不要用生根粉啊 生根粉就是植物的荷尔蒙 我发现前两次都没用 都成功了 三角梅相对容易生根 对于容易生根的植物啊 用不用生根粉都没有什么帮助 而这种给它划几刀啊 这种伤口 它自己就有荷尔蒙 植物荷尔蒙 荷尔蒙就会集中向这个地方分泌 这是它的本性 这是天然来的 也就是说它是靠它自身的荷尔蒙 来帮助它生根的 好,现在就把这个土包上去 这有一个塑料杆 也能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把它包在一起 再加点土 因为这个土啊 湿度已经比较高了 所以里头不需要再另外浇水了 下面就是用一个小铁丝 把它固定在这个枝盖上 上面固定在这里 下面在这里 把它吊在这儿 这个外面呢 再用锡箔纸裹一下 锡箔纸裹的好处就是 里面是黑的 因为它的根 需要在黑的情况下生长 锡箔纸裹一下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让它的水分尽量少的散湿 这样的话不担心里头干透 这个高压好的三角梅 所以会继续放在生长灯底下 让它继续的生长 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我会在一个月以后和大家更新它的进展 好了三角梅的高压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去网搜索时针加花明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你喜欢 这是养花园医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谢谢观看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